大家好,歡迎收看Sneaker Highway 又是我,開箱文 今集會跟大家說些什麼 就說一對今年很黑了幾次的球鞋 真的買到爛了,到處都看不到 但是我都買了一對 跟大家開一開箱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Air Jordan的12 大家猜一下我會開哪一個款式 魔衣顏色 會是The Master Full Gamer 還是這個 或者是女裝那對 藍色、白色那對 大家猜一下 給箱看就知道一定是 The Master 或者Full Gamer 開箱吧 但我是兩對開了 那呢 跟大家看看 這個配色呢 黑色、金色的配色呢 就是The Master 這個呢 就是這個Full Gamer 那兩對鞋呢 我覺得都是很經典的 雖然米高佐敦 在他打影公牛的時候 就是穿過這個顏色 The Master是沒有的 The Master 只是大家 最後根據他把海報 再構思出來 所以 The Master 那個呢 其實是有一張海報送的 看看這張海報多大張 嘩 見到呢 如果你有不錯的眼力 應該會見到 The Master 這幾個字 還有見到米高佐敦 穿回他當年的原色 Air Jordan 12 這張海報 很棒 那 看看Full Game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 跟大家推薦過的 一個叫做 叫什麼 Sue Shield 一個 鞋的盾 或者可以叫做 其實是一個保護鐵 那 但也有一句不好處 就是會經常很容易脫 那 我還未開這雙來穿 所以 不要緊 那先看看鞋子 那這雙鞋呢 如果你問我 跟The Master 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 它在黑色地方 是採用 荔枝皮的 那 這裡呢 就採用一種 好像一點一點一點 有點像鱷魚 但又有點像蛇的皮 那 即使去到那塊膠 即是它這個中底 都是模仿花這一種 那 你兩對之間 你覺得我會選哪一對呢 其實舒適好 或者一個 外觀好 我都覺得這個是好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荔枝皮軟一點 如果你是 The Master 的話 The Master 這個位置 它不是一個很軟的荔枝皮 是很硬的 穿上腳 有時這兩度 都覺得有點跨腳 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 它全黑色 再加上金色 白色點綴 是真的很酷 那 這個 我都覺得是 很經典的 雖然 米高佐敦 是沒有穿過 那 看看Full Game Full Game Full Game 相對來說 遠一點之外 它其實 實在說 它可能都是兩種顏色的關係 這個層次 是 經典很多 不同 很多 而且它的底 是透明的 紅色 不是那個 不同那一對 是完全實面黑色 所以 如果你問我兩隊選哪一隊買的話 我會覺得 這一隊絕對是 有當年的感覺和味道 它就好像一個時光機 帶我去當年米高佐敦 因為有感冒 還要繼續打球 那一場比賽的感覺 好像誇張了 那 大家看看兩隊 如果想不到哪一隊出街的話 就 左腳一隻 左腳一隻 這些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下集可以跟大家見面 你們都常常催我出片 我盡量拍多些 但好時還是很忙 又要夾導演 但也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如果你有鞋子 真的想開箱的話 你找我開箱文 拜拜